张博之自从与谢挺峰离婚后,便一直一个人独自抚养两人儿子。 很多网友都表示心疼张博之,既要一个人工作挣钱养家,还要一个人照顾两个儿子。 今日张博之上一出的一张照片又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 照片中的张博之正在做瑜伽,锻炼身体,然而网友的焦点却放在了张博之房间的装修上。 建屋内只有一套沙发和一张桌子,桌子附近摆放着杂物,看起来十分简单。 很多网友看到后都表示离婚后的张博之过得并不好,然而很多网友都错了。 这间屋子只是张博之在家里用来放杂物和练习画画的房间而已,并不是居住的卧室。 日前张博之就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自己的豪宅照片。 照片中张博之的化妆间里满屋子都是高档化妆品,而从他身后的楼梯更可以看出张博之现在居住的是别墅。 张博之晒出的这一张照片真是打脸了很多人, 同时也证明了现在的自己生活得很好。